Y歌社团趣事唱谈精彩不断知识连连 大家好我是小方 欢迎来到Y歌社团趣事唱谈系列特别栏目 十万不冷知识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四也是中国传统的小年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了小年不是腊月二十三吗 在我家的日历表上就是这样写的 其实小年有南方和北方之分 腊月二十三正是北方的小年 但这是在清朝中后期才形成的传统 在此之前的北方人也是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 我们所说的小年其实就相当于新年的开始 在这一天我们要进行各种过年的准备 不但要打扫卫生准备年货还要祭拜造王爷 大清朝的皇帝家族每年都要在小年的前一天 也就是腊月二十三举行祭天大典 为了省事就顺便把造王爷一起拜了 因为皇帝会在这一天祭拜造王爷 那附近的百姓也就跟着一起拜了起来 这才把北方地区的小年夜提前了一天 好了我们本期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时间太短 下次再说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真正识能知识和她们懂得听 谁为的美醉是我来的愿意 这是真正识的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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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听着又去听听 能知识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没用知识我讲听 竹子也会开花往后城湖来临 要是不会死去初生不靠勇气 其实我爱的来临 在看年间是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